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 3月7日在菲律宾访问期间警告菲律宾 放任大量的外国人进入国内 恐怕会扰乱国家政治稳定 而根据《马尼拉标准报》今天的报导 菲律宾劳工部长被约昨天指出了 劳工部正在草拟一份备忘录 预计3月15日之前就会发布 以遏制外籍劳工涌入菲律宾的情况 在菲律宾总统杜特蒂转危对北京友好之后 刺激了许多的中国人到菲律宾当地工作 根据菲律宾参议院调查 于去年底获得的讯息 杜特蒂2016年上台过后 已经有至少20万中国人涌入马尼拉 其中有许多的人受雇于锁定中国玩家的 线上博弈公司 部分菲律宾政治人物指称 这样的情况造成了房价上涨 并且剥夺了当地人的就业机会 甚至影响到国家的税收 马哈迪在接受ABSCBN电视台访问时表示 外国直接投资不该造成大量的外国人涌入居住 因为这可能会扰乱国内政治的平衡 他还说到若任何外国人大量的留下来居住 就必须要重新思考这是好是坏 或是考虑必须对他们设下哪些限制 针对马哈迪提出的警告 菲律宾劳工部长被约表示 目前大部分的外籍人士 以观光签证来到菲律宾 取得劳工部核发的外国人就业许可 以及移民局核发的特别工作许可 或者是临时工作许可之后 就被允许留在菲律宾境内工作 但是在未来这将不被允许 外籍人士需要在到菲律宾之前 就在本国的菲律宾领事馆 或者海外劳工办公室 申请到工作签证 才能够到菲律宾工作 除了过量的外国劳工 影响了菲律宾当地的就业市场之外 也有部分的人士指出 菲律宾当地政策压缩了劳工的选择 由于劳工部严拟限制 菲律宾建筑工人赴海外工作人数 以改善国内营运业缺工的情形 遭受到了菲律宾工会总会抨击 菲律宾工会总会的会长 孟多萨发布声明表示 我们实质上不缺建筑工人 事实上我们建筑工人过剩 主要的问题是 因为工资低福利微薄 而且工作环境严重欠佳 我们缺乏受过训练合格的建筑工人 他督促政府改善建筑工人的待遇 工作环境 加强训练 集合发资格证书 让工人更有机会负担得起相关的课程 以解决菲律宾营造业缺工的问题 明镜电视记者李倩瑜整理报道